最离谱的十个作弊,为了跑赢对手,直接在赛场搭上了汽车,甚至不惜对对手动手动脚阻碍比赛,而第一名的作弊方式,却让全世界开了眼界,改头换面,互换性别的作弊,你见过吗?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些离谱的作弊手段,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观察对手的脸色 高明的作弊,不需要外挂,只需要找到游戏板,或者利用周边环境,就能令官方束手无策 下面这位小哥,就在游戏比赛中,逼得官方不得不临时改变赛场布局 在一场射击类电子竞技中,一个参赛选手无意间发现,通过透明枪管,居然能够无视烟幕 清晰看到后面敌人的位置,于是小伙毫不手软,一枪一个 不过很快小哥惊人的击杀效率,就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得知小哥的手段后,直接警告小哥不能再用 可是机会总是留给聪明的人,被禁止透视烟雾的小哥 很快又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通过观察 小哥发现自己扔出去的闪光弹,一旦命中,对方的电脑显示屏就是发出亮光 于是小哥每次扔出闪光弹后,都会抬头观察一下对方战队的屏幕 一旦确认命中,就会告知自己队友,全员出击,将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官方发现后,再次叫停了这种行为 但小哥据理力争,自己没有偷看对方的屏幕 只是观察对手的脸色,根本没有违规 对此哑口无言的官方,不得已只能在下半场改变赛场布置 让小哥再也看不见对手的脸,这才作罢 如果说观察对手的脸色还比较含蓄的话 那下面的作弊方式就要简单粗暴得多 不管有没有击中对方,只要一按就能得分 第九名,没击中就得分 奥尼申科是著名的五项全能运动员 1972年之前,他就已经获得三次五项全能冠军 但是1976年的丑闻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38岁的奥尼申科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的高龄运动员 也是他的最后一级奥运会,所以他对这个金牌无比渴望 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建运动员 比赛一开始,他就视如破竹 但是,当他再次击败一名英国选手后 却被对手投诉,声称奥尼申科的配件根本没有击中自己 可当专家仔细检查奥尼申科的配件后 一致认定他的配件没有任何问题,比赛继续 但接下来,他与另一名英国选手吉姆·福克斯的比赛 上演了更加诡异的一幕 当时比赛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奥尼申科的配件正指向天空 但指示灯却突然亮起,显示击中得分 这一幕震惊了赛场上的所有人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奥尼申科的配件有问题 裁判拆开了他的配件时 发现剑柄内拥有错综复杂的电路 只要轻按按钮,指示灯就会亮起 之后,官方判罚奥尼申科作弊 英国队因此赢得了比赛 第八名,人才辈出的一届长跑 这应该是奥运会中最离奇的一次作弊了 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上 弗雷德里克·洛兹被授予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但随后又被取消资格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赛刚刚跑了9英里 洛兹就已经精疲力尽 不得不选择退出 在接下来的11英里中 他搭乘教练的汽车一路领先 在距离终点差不多5英里的地方 洛兹才跳下车 重新加入到运动员行列中 超过了领先的托马斯·西克斯 最终率先撞现,赢得了比赛 不过这个谎言很快就被西克斯揭穿 洛兹被愤怒的比赛官员取消资格 奖牌授予了紧随其后的托马斯·西克斯 而更戏剧性的是 西克斯也作弊了 原来离终点还有7英里时 西克斯也已经体力透支 教练直接给他打了两针兴奋剂 又灌了一杯白蓝地 才让他得以跑到终点 第七名,鼻子作弊 真是没想到 打个斗地主都需要作弊 而且还是现场直播 在一场斗地主决赛中 采用七局四胜制 其中一队在前两局被打得溃不成军 但在暂停之后 他们却像换了个人一样 所有队员如同加了外挂般神勇 接连赢下三局 就在他们手握赛点的第五局暂停间隙 现场主持人突然宣布 赛场出现违规行为 因此比赛中断 原来比赛当天 这支队伍的赛前报备里 所有队员都换上了鼻炎 带着通畅鼻腔的鼻息进入比赛现场 一开始主办方也没发现什么不妥 但这些队员在比赛过程中 多次摸鼻子 摸额头 用手指比划 还有队员多次敲咪咪 望向裁判 就像那些在考试里偷看答案的学生一样 如此反常的动作 自然引起了现场裁判的注意 于是在比赛间例行检查时 特别查看了鼻息 原来这些鼻息棒 经过改造后 内嵌了震动模块 可以为各位队员相互通报信息 鼻息震动一下 表示自己要出单张牌 动二下就是两张牌 队友就会根据次数打出相应的张数 游戏也很快能迎来胜利 第六名 飞扑夺冠 众所周知 在分秒必争的短跑比赛中 运动员都会在冲刺阶段使出浑身解数 但是直接把自己扔出去的 估计你还没见过 在美国大学生田径比赛中 男选手塔克参加400米兰比赛中 于最后一刻冲刺时 突然以俯身愉悦的方式 扑向终点 身为超过了他的对手格兰特 率先过线 一举拿下了最终的冠军 还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但显然 如此高速奔跑之下 将自己整个身子扔出去的动作 让他也摔得不轻 塔克趴在地上 久久没能起身 要知道 在去年的这项比赛中 他没有使用愉悦式冲刺 而只是拿到了银牌 现在却一摔成功 拿到了金牌 所以有观众认为 这是作弊 应该取消成绩 但事实上 这种愉悦撞现方式 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玩游戏作弊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尤其是在免费游戏当中 更是四空见惯 但在普通的线上游戏作弊 无伤大雅 在有奖金的职业赛场中作弊 就非常恶劣了 在LOL的S2的全球总决赛 八进四的比赛中 韩国战队ACF就因为违背体育道德 被罚款三万美元 至于ACF的作弊手段 十分简单 说起来也很好笑 并不是常见的开挂 而是亏评 当时的世界赛还比较简陋 远远比不上现在的规模 因为场地有限 所以当时的世界赛 双方的选手席中间就是大屏幕 选手们一回头就能看到 在比赛中 镜头多次捕捉到ACF选手 回头看大屏幕 甚至利用暂停的机会 公然站起来偷看 所以对方的所有战术布置 都被一览无余 即使是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准确避开了对方选手 并且能够精准找到 对方选手的位置 但奇葩的是 虽然被认定了作弊 却没有取消他们的比赛成绩 不过好在 现在不一样了 随着电竞行业的发展 现在英雄联盟职业比赛的场地 越来越正规 大屏幕离得也很远 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了 第四名 暴力摩托真人版 用脚踹 用手拉 这样的摩托车比赛 可不是游戏暴力摩托的画面 而是真正的比赛现场 在圣马利诺的一场摩托2比赛中 发生了惊人一幕 13号车的罗曼诺 费纳蒂在时速140多英里的情况下 竟然捏一把对手斯特凡诺 慢骑的刹车 以报复此前在弯道时 对手把他挤出赛道的筹 比赛监督当即出示黑棋 将费纳蒂罚出 并进赛两场 随后他的车队也终止了与他的合同 时速140多英里 等于225公里每小时 这种速度下 捏对手刹车 难以想象 不过好在对方并没有因此受伤 其实费纳蒂的赛场暴力 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 他就曾在比赛中 直接用脚踢其他车手 而在事后 他那极度没诚意的道歉方式 也让大家对他的批评更加激烈 最终 赛事主办方不仅取消了 他的比赛资格 并最终吊销了他的FIM执照 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第三名 贼喊捉贼 如果你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在运动赛场上 出现过不少性别作弊事件 但要说到最传奇 最有影响的 当属上世纪30年代的沃斯奇案 波兰女选手斯泰拉 沃拉西埃维兹 曾是世界甜坛不可思议的棋女子 长期保持多项跑步世界纪录 更是在1945年6月的100米决赛中 跑出了11.2秒 逼近男子世界纪录 却最终因成绩太好而不被承认 可是 沃拉西埃维兹并非一直不可战胜 1936年 在波林奥运会100米决赛中 他曾经出人意料地 败给美国新秀 海伦 史蒂芬斯获得银牌 赛后 气愤的沃拉西埃维兹 居然当众指责史蒂芬斯 是男性伪装的 遭到羞辱的史蒂芬斯 出于无奈 接受了性别检查 至此 性别检查成为奥运会的重要内容 后来 沃拉西埃维兹移居美国 并取得了美国国籍 改名为斯泰拉沃尔西 之后 他因年龄关系退出赛场 可令人惊叹的是 50岁时 他居然仍能以12秒 跑完100米 1980年12月 沃拉与几名闯入家中的窃贼 奋力搏斗 身负重伤 当医生手术时 才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男子汉 当这条奇闻轰动世界时 沃拉已经命归皇权 不少媒体都认为 沃拉是最成功的性别作弊大王 而当年宝尝羞辱的史蒂芬斯 更是慷慨陈慈 指责沃拉贼喊捉贼 第二名 腿伤也能跳远 比赛场上的作弊手段千千万 有服用兴奋剂的 有改造装备的 可你听说过 找人替自己比赛的吗 马德林是一名女子田径运动员 主要的参赛项目 是跳远和三级跳远比赛 曾创下了跳远6.96米的记录 也曾在泛美运动会上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 但是最终让他一举成名的 却是在奥运会上的神奇表现 在1984年的奥运比赛上 状态不错的马德林 信心满满的参加比赛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跳远中马德林受了很严重的伤 但让人奇怪的是 明明受伤不清的马德林 在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后 居然重新回到了赛场上 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当时他的腿伤其实非常严重 已经不能动他了 凑巧的是 马德林的双胞胎姐姐 同样具有运动天赋 于是不想放弃比赛的马德林 便让姐姐替自己完成了剩下的比赛 不过只终究包不住火 事情败露后 他们全队都退出了比赛 双胞胎代替比赛 还说得过去 毕竟两人长得很像 可下面的替考方式 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男伴女去考试的 你见过吗 第一名 为爱女装 都说爱情使人盲目 为了得到伴侣的欢心 许多人都会做出一些 不太理智的事来 印度一名男子 为了帮助女友通过考试 竟一想天开 决定亲自出马 最后却被考官识破 印度庞哲普邦 一对情侣感情甜蜜 女友考尔 要参加巴法里德 健康科学大学的 医务人员招聘考试 却担心自己考不好 为了解决女友的困扰 男友星格决定亲自下场 代替女友考试 考试日当天 星格身穿女装 头戴毛帽 还搭配了红色手镯 耳环等配饰 涂上口红和眉心点 以女人的形象出现在考场 并伪造了准考证 与身份识别卡 然而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仍有漏洞 考官一看到星格 就觉得不对劲 后来经过指纹辨识 确认星格与真正的 考生身份不符 揭发了这起代考事件 不过 这位哥们有一点 还是挺够意思的 即使被捕 也一口咬定 是自己一人所为 和女友没有关系 当然 警察也不是傻子 没有女友的同意和帮助 他不可能独自完成 这种欺骗 最终 两个人都将面临指控 具体量刑不清楚 不过罚款和禁考 应该都是免不了的了 爱情虽然让人义无反顾 但还是要明白 有所为有所不为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让你对 作弊手段的认识 又提高了呢 那你还知道 其他高明的赛场作弊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 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 带来更多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